洛杉矶到期对客场挑战华盛顿国民队系列战的最后一场 担任救援的台湾旅美投手曹景辉 由于先发投手表现出色而没有获得总教练的征召上场参战 反正我就是在那里等候通知嘛 如果电话响了之后是叫我的话 我就还是要准备好 曹景辉是在王建明之前加盟美国职棒大联盟的台湾投手 八年前回台湾加盟中华职棒 因设职棒迁堵而遭终身竞赛 今年加盟到期小联盟队 因表现不错7月初重返大联盟 很开心啊 对对对当时就好像在做梦一样 然后回到这个领域非常的开心这样子 曹景辉表示目前身体状况良好 重点是要多球表现 没有特别的感觉 反正我就是经历 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在这里会待多久 反正我有多少的表现 我就尽量表现出来就这样子而已 针对球迷中有人对他付出表达反对意见 曹景辉承认自己犯了错 我没有任何的意见 对因为毕竟之前做错事他们有权利去讲什么 对反正我就是向前走去做应该要做的 2003年曹景辉首次加盟洛基队时 我曾专门去采访过他 时过境迁 虽然也曾为他犯错误感到痛心 可是还是很高兴 他能够重返大联盟 再次为台湾争光 记者张国华终于婷 华盛顿国民队主场的报道 我认为台湾争光